还有哪边很夯呢 台南市府前路的移民署 因为建筑走欧式城堡风格 有好多民众在这边拍照打卡 在网路上也是非常的红 也因此有全台最美公署的称号 现在环保局重新接手整修 未来会规划成长津阁二馆 展出大约20件重新修复的台式古典家具 预计抢先在清明年假适应允 以黄色为主色调 搭配蓝色屋顶精致神话雕刻 质感满满建筑走欧式城堡风 让人有如一秒进入童话 时不时就有人前来拍照打卡 这栋城堡就位在台南 原先是移民署 因为外观实在太梦幻 在网路上一炮而红 因此也有全台最美公署之称 外观相当的特别啊 然后很典雅的感觉 之前其实蛮多就是荤色的人 都会来这边拍照 只是也让人很好奇 这建筑怎么这么特别 实际解密原来是早期透过奖励民间投资 由餐厅业者新建开西餐厅 在16年前才转由移民署第一服务站租用 但搬迁后去年改由环保局重新接手整修 将规划成藏金阁二馆 美调市长黄伟哲也来一探就近 并重新整修后屋内放置各种台式古典家具 也成为环保美学展示馆 全台湾最美的公署要重新跟大家见面啰 喜欢台式家具老物手作商品的你千万不要错过 强行开箱除了复古式物品也有贩售回收物再至小物 这唐金阁也预计趁着清明廉价市营运 期待内部新容貌再度成为打卡热点新地标 藉由黄夫琪谈报道